记者翁紫涵台北报道,Selina日前遭无良厂商道徒卖起除疤膏,让她气得在脸书发文痛骂,有疤不可怕,无良才可怕,引起热议也曾被道徒的田富珍经出席许寒儿公益活动,言辞发声表示,大家行情好,不要再乱批图了。 下周田富珍将迎接35岁生日,她透露没有特别计划,也会在工作中度过,唯一愿望就是身体健康,谈及新专辑计划,她谈言今年不会有新专辑,不过还是希望会有音乐作品,不唱歌实在太痛苦了。 热爱做公益的她,套路近来特别关注酒驾议题,她愤慨呼吁,我觉得酒驾的累贩,是不是真的可以考虑判重一点,让他们能够真心的反省,不要再害人。 饮酒过量,有害健康,田富珍呼吁业者停止,道徒篡改恶习,记者潘哨堂社,田富珍出席喜寒儿公益活动,记者潘哨堂社。